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钟楚希与张云龙的绯闻曝光了。 作为争吵的直接结果,这对夫妻能够一起过上和谐的生活,他们关系的其他方面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 年底了,还有时间再吃一个爱挂。 在本章中,钟楚希和张云龙饰演主角,担当故事的主角。 他们两人共同创作了歌曲最远的距离,该歌曲作为共同努力发行。 由于钟楚希和张云龙都到了法定结婚年龄,两人同居,目前正在办理婚前协议。 两人的出生年份不同,一个是1993年,一个是1988年,他们两人都不是同一年出生的。 在社交媒体上,这对夫妇的支持者大量表达了对他们恋爱选择的认可。 10月27日,有人看到钟楚希现身机场,准备踏上返回上海公寓的旅程。 11月6日,张云龙去钟楚希家中看望。 看来那段时间,张云龙和钟楚希住在一起。 因为他们在8、9、10日一起在住所被观察到。 10日,张云龙离开上海,两人正式定档。 其实从一开始,两人就已经有了恋爱的迹象。 早在6月,钟楚希天黑后,在海里游泳时,被不知名摄影师拍到,在海边拍到。 片中饰演男主角的钟楚希,在中场休息时有点微醉,表现出要去海边的性质。 张云龙全程陪在他身边,时刻注意着他,时不时地提醒钟楚希自己的义务。 注意脚下的石头,等钟楚希玩的尽兴,贴身地抓起他的外套。 同时,注意脚下的石头。 当时有一种普遍的误解,认为张云龙对同事一向以礼相待,一视同仁。 然而,谁也没有料到,他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会不一般。 人们开始关注网络上的吃瓜群众,却发现张云龙的秀恩爱事怎么都掩饰不住的。 此前,他曾作为嘉宾出现在芒果TV播出的综艺节目《妻子的浪漫之旅》中。 开灯后,他用记号笔在自己的脸上写下了,羡慕,两个字。 张云龙此前曾提到自己今年将满34岁,并强调自己已经到了可以合法结婚的年龄。 今年,张云龙就34岁了。 在看到兄弟姐妹都已成家立业后,他表示有兴趣组建自己的家庭。 张云龙还通过向当时已经嫁给别人的陆毅请教,努力学习如何与妻子相处。 陆毅与其他人保持着坚定的关系。 过了一段时间,网友们才知道,张云龙一直在为未来做着打算,一直在做着安排。 要么,他对窗外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,要么他能够在没有其他人知道他在做什么的情况下继续他的工作。 由于张云龙的知名度如此之高,这非常具有挑战性。 钟楚希有过几段感情,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和李线。 钟楚希目前单身,他们两人在他们生命中的那个时刻都保持了相当多的坦率和开放。 李线情书推定表白对象为钟楚希,情书长达500字,公开散发。 此外,这封信被公开。 钟楚希和李线的感情到此就告一段落,而这时候余姬直接盖章说钟楚希和李线已经同居了。 但是,他们两个都没有回答,我担心他们不想和别人交谈。 之后,钟楚希凭借方华获得广泛好评。 在他与李线交往后,坊间传言钟楚希与另一个外地人油然。 有一次,他在Instagram上传了一张照片,上面写着, 私奔是我认为最浪漫的词,这张照片与照片放在同一个框架上。 除此之外,他还与网红黑泽民有过一段恋情,但果断断绝了联系。 即便是谈及恋爱观,钟楚希也是坦诚相待。 这是他的决定性特征之一。 他对每个人都说得很明白,如果他真的关心一个人, 他会为那个人付出很多努力。 钟楚希今年将满29岁,届时他将比李线年轻5岁。 他非常适合各种方式的需求,包括年龄,这就是其中一种方式。 这一次,西瓜的威胁没有严重到造成人员伤亡的地步, 绝大多数粉丝都喜欢这种吃瓜的体验。 目前尚不确定张云龙和钟楚希是否会回应这一询问。 我无法确定他们是否会抓住这个机会来报告持续改进, 因为我无法访问该信息。 为嫁给你爱的人付出很多努力一点也不难。 愿上帝保佑他们。 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谢谢观看